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民开枪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边防警察的边防部队的政策 我想中国边防部队的职责和任务是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宁和安全 第三 你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与这些登山者进行了联系 我没有听到的消息 这样的消息 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报告 那么我也非常怀疑这样的消息的准确性 11月APEC会也要在越南召开 那现在台湾有官员 那现在的消息会也要在越南召开